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混迹港澳黑白两道 疯狂地实施跨境犯罪 广东省公安厅宣布其落网后 夜一夜间成为新闻人物 众多媒体把注意力放在对他的审判上 从对他的押手到对法庭的武装警戒 珠海市武警支队的官兵们 始终以自己的严命纪律和对祖国无限的忠诚 树立了武警部队的良好形象 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任务 为澳门的顺利回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妨严密等级战备 1999年5月28日 澳门黑销大圈帮头目夜成间 在广东某大酒店 被我公安干警一举情获 5月31日下午 夜成间一伙被羁押于珠海市某看守所 看守夜成间犯罪团伙的众人 落在了胡锦珠海市支队官兵的肩上 领命回来 支队连夜召开党委会研究部署勤务 将这次行动定名为A107行动 并成立一支队长李崇军 政委增水带为组长的前五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看守 押结等七个行动小组 十多个少尉 支队还派出一名副参谋长 驻看守所武警中队 具体负责各项勤务的落实 看守所附近的两个中队 也由经常性战备转入等级战备 确保一有情况 能拉得出打得赢 看守夜城间犯罪团伙的布防 是前所未有的 十二个少尉 如同铜墙铁壁 在看守所内形成了包围 监区上方 四个对角少 对整个监区进行全方位监控 防止人犯逃脱 四个驱赶楼少 监视外界动向 防止外部袭击 两个游动少 两个警少 周夜不间断的巡逻警戒 每个少尉都实现双人双少 全部由干部代少 值班领导每个二十分钟 便进行查哨 为确保万无一失 牢牢看住夜城间等犯罪团伙 打有准备之杖 支队还制定了防逃跑 防偷袭 防暴乱时的情况处理方案 拟定了四套行动方案 并坚持每周进行模拟演练 使每一名官兵 都熟悉方案的信号规定 处置情况的方法原则 保证一有情况 能最快地进入战斗角色 面对这样的严密的看守 不要说截犯 就是夜城间的马仔 先后多次到珠海 刺探消息也无计可施 风雨之夜迅雷行动 1999年9月14日深夜 第14号强热带风暴 正面袭击珠海 风力一度达12级 狂风呼啸大雨倾盆 夜城间团伙的成员 在监舱里大叫大嚷 妄想趁机逃脱 中队官兵仅用两分钟 就完成对看守所所有的封锁 协助看守所公安干警 控制了局面 风雨中不少战士坚持露天直勤 秘密的雨点在明亮的探照灯里横飞 但战士们仍坚守在岗位上 直到次日凌晨风暴减弱 夜城间一伙才彻底绝望 停止了鼓噪 斗智斗勇 后生可畏 夜城间 绝号 尖人间 在澳门黑道中以凶残狡诈而得名 即使戴上沉重的脚镣 手铐 仍不甘心落败 于是在看守中 便有了许多战士与他斗智斗勇的故事 夜城间假装震定自若 多次向压截他的战士小王 讲起他在澳门黑道上 吃着风雨的风光时 紧接着便画风一转 对小王说 小兄弟 只要你肯帮我带个信 打个电话什么的 我可以帮你在澳门弄一套别墅 帮你出国 但每次都遭到小王的言辞拒绝 10月9日 在法庭积押休息室 夜城间一反常态地 砍起了枪弹 夜城非法买卖 储存枪支 达数十支 对各种枪的性能有所了解 说起来没完没了 莫了 倾要求少兵小孙 将手枪掏出来给他比较一下 与他以前的一支手枪有何区别 小孙立即意识到 他企图抢夺枪支 便立即推弹上膛 并严厉警告 夜城间 收紧这一套 否则我的枪不是吃素的 揭秘夜城间的枭雄人生 豪江又多一条过江龙 夜城间 绰号兼人兼 1961年生 广东东管人 从小未读过什么书 一直游荡于社会 小偷小摸 劣迹斑斑 1979年从广东偷渡到香港 混迹于黑社会 到香港的几年间 就犯下屡屡罪案 由于在香港一直小打小闹 闲不成气候 1996年他窜到澳门 使出浑身解数 在黑道上拼杀 抑郁成为一条出人头地 威震豪江的过江龙 早在1994年 夜城间就以小事锋芒 他勾结澳门黑社会成员 贺楠楠 在珠海实施了一宗 绑架勒索特大案件 11月12日这天晚上 夜城间从广州 带上20万港币 到达珠海银渡酒店 咖啡厅与贺楠楠见面 商量勒索台湾商人一事 他们以谈生意为名 将台商游某某 吴某某骗到珠海 他们事先在珠海市 花园新村租了一套房 然后 秋吉雄建新 罗晨新 黄雄等人设赌局 诱骗游某某等人参赌 夜城间让人事先在房里 摆开了赌三宫的架势 当贺楠楠将游某某带进房时 夜城间等人假装在赌三宫 贺楠楠他们便在旁边沙发上 同游某谈汽车生意 大约十分钟后 夜城间过来让游某某参赌 结果 由现金骗局 由输给夜城间和贺楠楠 一千多万台币 折合三百万港币 其后夜城间等人 又将在酒店的吴某某 骗着该储 用铁链将游某某 吴某某分别捆绑 威逼游某某打电话 让家人筹港币三百余万元 汇至香港账户 珠海警方于当月16日 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击 将两名人质解救 勒索未遂 夜城间 贺楠楠等人 潜逃到澳门 夜城间到澳门后 在赌场以点码为生 开始在澳门闯世界 拼着在香港闯世界的 一点犯罪资本 到澳门后尽力发挥 偏凡来往 奥越两地 流窜作案 从坑蒙拐骗 盗窃到陪支打手 抢劫勒索 参与黑帮进来火拼 厮杀 他既感同黑帮老大对着干 又会耍计谋 与警方周旋 拼着冷酷 残忍的性格和做事轨迹多端 胆大妄为 他很快得到一些 黑帮老大的赏识 经过千锤百炼 逐渐予以丰满 站稳脚跟 成为某黑帮行动组组长 由此 夜城间名声大震 豪江又多了一条过江龙 而此时 在赌场迭马 已经远远不够他 荒原奢侈的生活开销 为了时事处处 显示自己的身份 真正成为一条过江蛟龙 他豢扬一帮马仔 不仅在澳门赌博 嫖娼 持枪抢劫 又时常窜到内地杀人 绑架勒索 非法买卖 私藏军火 实施一系列暴力性案件 成为威胁 遇到两地社会治安的一个毒瘤 夜城间不但老谋深算 颇有城府 而且心狠手辣 暗藏杀鸡 不但赚钱不露深色 引诱他人上钩 而且在实施抢劫时 精心策划 组织分工十分严密 甚至专门购置录像机进行监控 偷窃汽车进行作案 他是典型的智能型职业罪犯 从夜城间一伙 今年5月4日 所做的一宗抢劫大案前的组织策划过程 便可略见一斑 本期到这结束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 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众横传媒 我们下期见